我來這邊民主國中八年了 那我覺得今年的小朋友 大致上其實他們條件都還不錯 就是說從我以前開始一直練素人 但是其實我到現在我的球隊也有很多素人 可是目前我收到的球員應該是 這一批是算最好的 今年只有四個九年級的孩子 那原本兩個其實他們的一開始去年 那一批九年級畢業 其實他們完全銜接不上 那所以在這個整合到目前聯賽開賽之前 其實我們整合得非常好 那我對我這一批的孩子看 其實我蠻看好他們的 就是從一開始不會打球 然後慢慢一點一滴的累積到現在 然後可以站上先發的位置 代替球隊出征 去年是學姐指導我上來的 今年換我是學姐了 我就要去帶每個學妹 把學妹一個一個的帶上來 這樣他們才可以跟得到我們 今年要拿下冠軍 我們要突破對勢 因為國一就只會自己上來 然後不會去做分球的動作 但到現在就是會去做分球 然後什麼時候要上來 然後什麼時候要給球 或者是季頭 落差很多 因為自己第一場打得很好 但是第二場就 因為累了 然後就沒有發揮得很好 就是帶學妹一起拿冠軍 然後因為我們這一切條件 跟經驗都比別人還好 反正因為老天爺給我們這種季頭 所以我們就要把握 就是重新要開始去學習 怎麼樣跟一世代的孩子 然後去溝通 然後讓他們了解說 其實我在這個球場上是有所要求 而且甚至於我要求的東西 要他們很清楚 然後去做一個很好的知識 因為我認為他們的 不管是人力 還有他們的一個溝通 還有他們的默契 再來就是說很重要的一個 就是他們的目標 其實大家都有意識 其實我覺得我們應該 試強是沒問題的 但是試強不是我們最終的目標 對 因為我也是跟老天爺有講 請他許一個冠軍給我 對 我也要去搶那個冠軍 所以其實孩子也是跟我一樣 就是有共同的目標 所以我們最終的目標就是 沒有後路 沒有什麼前世 沒有幹嘛 就是唯一的就是冠軍 為什麼 是冠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